嗨! Welcome back to the legendary online tutorial 我是尤文康 在上一集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RS2 到底如何可以让我的 Blackmagic 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这一期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 RSC2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这一台 Timber 绝对是可以让你入手的 因为价格也不贵 所以今天我就邀请了一位 特别的嘉宾来跟我们分享 RSC2 如何可以在 Event 的时候 做的最好的效果 所以欢迎我们的 Erwin Kuang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Erwin So Erwin 一直以来都是拍很多的 Event 的拍摄为主的 而这一次呢 我们的 Ronin RSC2 一到我们的手的时候 第一时间他就拿去拍了机场的 Event 这一个 RSC2 给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这几天使用下来的感受 第一点就是他整体的做工 使用起来很舒服 然后整体的感觉都很Solid 然后再加上他很轻便 然后再加上就是他比之前有Improve的 就是有这个锁扣 有了这个锁扣过后呢 我们进行相机的重量调整 Balance 的时候 可以很快的就做好Balance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 已经不用这个 Gimbal 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样拿 其实是不会像之前这样 换来换去的 它其实这一架 LSC2 其实它跟 LSC2 有很大的不同 是在于它这边可以进行拆卸 变成所谓的提呼功能 嗯 嗯 就是当我们Roynger 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拿 这样还不用特地拆这个 Handle 上来就锁另外一边 对对对对 我在之前拍摄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小小的 Gimbal 的时候 我有点点担心 因为曾经用过 我们用之前是 V-View 嘛 所以 V-View 它的那个力度 好像不是很OK 所以我们在锁得很轻的 Camera 拍摄的时候 它都会有点在走动的时候 它会有点左右摇换的 这台机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一是它的 Mata 其实是很有力 然后第二就是 Design 这一次有加上一个功能 叫做 Super Smooth 的功能 所以当我们在移动 Gimbal 的时候 其实它整个是不会去换的 你会感觉不到整个画面是很平顺 就这样移动 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它有什么 Function 是新的 然后或者是你在拍摄的时候 你有用到你觉得会很好用的 我本身是一个 Sony 用家 然后我其实我有在用了不同的机进行测试 发现到 6400 跟 Sony S2 其实是有一些 Function 是在 Gimbal 上用不到的 如果你是用在 A73 方面的话 其实很多 Function 你都可以用到 比如讲说如果你借一个 Cable 进 Camera 里面 这边会有一个滚轴 这个滚轴可以进行你的 ISO 调整 Aperture 调整 跟 Focus 调整 当我们要拍摄的时候其实就很方便了 我们要调亮度其实就在这里进行就好 然后再加上这里 Record Button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按 不需要在 Camera 这里按 这边有个 LED Screen 是可以直接 Touch Screen 的吗 其实这一架是不能直接 Touch Screen 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旁边的滚轴来做 Setting OK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这边我们可以直接在那边做 Calibrate 可以直接做 Calibration 对对对 比起之前我们做 Calibration 要用手机来 Connect 所以我们全部的这些设定 就是好像你要快慢 这些全部可以通过这个 这边的 Screen 来进行调整 只是它为它这个不是 Touch Screen 好过进手机啦 对对对 除了这一个滚轴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会有特别惊喜的 当你看到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到一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这个 360 度的旋转 你可以这样子使用 好 像这样子做到我们会觉得 诶 这样子做 这样子拍摄我们会觉得很轻松的 哦 比起之前要这样拿着 对对对 比较吃力 比较容易看得到 Screen 哦 对对对对对 我在这里有看到一个 有一个 Portrait 的功能 它是这样拍吗 对对对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拍摄直的画面 对对对对 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用的就是 就是换成 T5 模式的话 你这样子拿其实是会更 更省力 更方便 就是这样来拍 对对对 哦 以后 Tiktok 就可以这样拍了 所以要拍 Tiktok 的人 或者是拍 Instagram 的人 可以直接用这一个模式来拍摄 OK 然后我在听很多人讲 这一台 Camera 它其实有一个功能 就是 Auto Tracking 了 Active Track 就是我可以 track着那一个人 然后我 Camera 怎么样走 它就 Loss 那个人了 这个真的可以做得到吗 这个是做得到的 但是你要另外再装夹一个 River Ice 的东西 River Ice 的东西 对对对对 其实它上一代 它那一家 Rorning LS 其实它是有一个功能 就是 Edit Track 的功能 但是 For 这一家 它其实是要另外再装一个 River Ice 的图传 你才会有那个功能出现 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说 可以 Mirroring 就是说我在拍摄的时候 直接 Transmit 那个 Screen 这样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然后也是需要那个 River Ice 对对对对 我们这一台只是 For Single Package 如果 Combo Package 其实你只是多加一个几百块 其实就有整套的功能 就包括什么 Follow Focus 和 Revise 图传 其实如果有朋友如果想说 你们会经常用到 Follow Check In 的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我建议你们可以买这个 Combo 的 会比较好 差一个几百块而已 所以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来做 Focus 我觉得 直接做 Focus 对对对 然后旁边的 Director 或者是给你 Client 看那个 Screen 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这个 RS C2 又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直接通过手机来 Control 它的 Angle 的 所以也就是那个叫做 Force Mobile 也是你在走的时候 有些人是需要 Operator 然后另外一个人是需要去 Pan 左 Pan 右 Till Up,Till Down 去 Control 那个 Angle 的话 那个手机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 现在我们打开 Ronin 的 Apps 然后进入 进入这个 Force Mobile OK 你只要按这个 Button 找到我要的 Angle 然后就打开 然后它就开始了 哇 很快耶 OK 好 现在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如果今天想要买 Gimbal 4 你要做 YouTuber 也好 你要拍 TikTok 也好 你要拍 Event 也好 这一个绝对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产品 所以只需要一千多块钱就可以拿到 这一些看来我们以上所提的所有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要再专业一点点的话 你可能只需要 Top Up 一点点钱 你可以拿到 Follow Focus 跟 Reference Eyes 去 Control 做 Active Track 的这些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超值的 因为以前的价格 两千多块钱 什么都没有 所以现在两千多块钱 它是包干料什么都有的 所以你给这个 Gimbal 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整体而言 基本上我觉得都很好都完美 基本上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产品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分享 有想要更多了解更多知识的话 你可以去到它的官方的网站 去了解更多的资料 Alright 今天我们就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体验的感觉 Alright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见 Bye Bye